第七百二十三集 此时宗主大殿 二长老和宗主灵素云在上方 他们所一之事 是这一次即将要召开的血缘会令 既然圣女去参加会令 那我洛雪宗这一次 是不是就不要派其他弟子去了 一位身穿轻袍的长老 看向身边其他人 宗主铁腕铲除三长老一系 这让整个洛雪宗权柄瞬间皈依 整个宗门再不敢有其他声音 其实现在时候 大长老和老祖被押在化繁区 还有谁敢多说话不成 门中只要是涉及圣女和纳卫的事情 都是宗主做决断 毕竟宗主当年将圣女带回 算是关系最为亲近 我觉得林长老所言诧异 一位满头花白头发的老者站出来 将这上手的灵速云翼拱手 宗主 圣女前往雪原会列 这是大大提升我洛雪宗声望的机会 我建议宗门年轻一辈强者兜去 说到这儿 他看向四周 一声道 以圣女和纳卫的手段 应该能护住他们 护住 一位长老沉着脸道 老白 你怎么确定 这位会护住门中弟子 万一他不出手 那我洛雪宗 何事要损失惨重 这样的高手强者 谁能猜到他所思所想 将门中精英弟子的性命 寄托于这位的善心上 谁敢 嘿嘿 宗主 以你对圣女的了解 此事当不难吧 白发老者不答别人的话 只是看向上手的宗主灵速云 灵速云点点头 淡淡道 与若心善 不会坐视门中弟子死伤太甚 他一句话 让本来还有些疑惑的长老 都一脸喜色 只要圣女不坐视不管 那门中弟子的性命安危 就有保障 哪怕只是有所损伤 也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不过若是远去的弟子 令行尽职 一应安排 都要听宇洛和徐成公子指令 看着下方不少露出喜色的长老 灵速云又道 若是不听指令允令 甚至连累其他人 本宗主绝不轻饶 听到他的话 众人都是欣喜的躬身 去了会猎 当然要听圣女和那位公子的 便是寻常时候 圣女的话 也没有谁敢违背不是 大殿之中 所有人都是相互看看 他们门下都有精英弟子 去参加一趟雪原会猎的话 能大大提升阅历 修为和战力 也能得到磨炼 本来雪原会猎凶险 有凶兽 有强者 洛雪宗这样的小宗门 不敢派太多人去 损伤太重 会伤了宗门元气 但这一次 已经踏入先天之境的圣女 还有那位不知修为高深到何种程度的 徐城公子带队 所有人恨不得将门下弟子 都塞过去 那就这样 各脉选拔精英弟子 三天后 随圣女和徐城公子 一起出发 灵宗云沉声开口 一甩衣袖 身形静止离开 一旁的二长老 转头看向依然开心不已的殿中长老 摇摇头 静止离开 这些人以往反对圣女 招收行走弟子 没想到现在 又上杆子过来巴结 徐城回到流云草炉 朱慎和沈元 正与邵三通在草炉一楼攀谈 邵三通现在不但要道修为进覆 身体复原 还提升了自身的要道修为 成为三级要师存在 朱慎和沈元对待邵三通 此时也是客客气气 见徐城归来 三人连忙拱手 徐城公子 朱慎拱拱手 然后伸手指向一旁摆放的那些药材 不知公子要这些药材 是炼制何等丹药 他面上露出好奇之色道 我想了许久都没有想明白 不只是他 还有沈元和邵三通都是好奇 他们刚才讨论商讨了半天 都没有明白徐城让朱慎选的 这些药材有何用处 这些药材的药性配比 完全没有任何对人体有用的地方 我没说要炼丹 徐城一笑 看向那些药材道 我只是想炼制一些符纸罢了 我是天师 画符是我所长啊 符纸 画符 这些是什么东西 朱慎等人都是一脸茫然 徐城让沐阳 将这些药材送到河边 有的捣碎 有的切割 然后混合在一起 这些手段与寻常炼制药液差不多 只是到后面 徐城只留下那些药渣 却将药液全部倒掉 这药渣能有什么用啊 想看徐城让高冲和沐阳 将药渣捞起烘干 然后压制成蛋黄的纸液 朱慎他们方才有些明白 还真是造纸 可这用灵药造出的纸张 又有何用处 符纸制造起来很快 一个时辰后 烘干的纸液 剪裁成一道道纸长的空白符路 徐城手中拿出一张 感觉这已经是上好的空白符纸了 以此符纸绘制符路 起码寻常的术法都能储藏 这东西杀伤力不强 先天境的钢器应该是破不了 但后天境 两三张砸下去 那就是头破血流 徐城也不用笔墨 直接伸出手指 编在空白符纸上 符纸上有淡淡的灵纹浮现 他指尖走动 符纹便注留其上 一道道仙灵之气被送入符纸 然后化为光运闪动的符纹 这一手 让沐阳和高冲他们瞪大眼睛 此等手段堪称神迹 朱慎和沈元大气不敢出 立在那儿 看着徐城手上的灵光游动 高冲和牧羊两个小家伙感知不到 这游走的灵纹 一丝丝都是无尽的力量 这力量如果收束不住 瞬间炸裂 他们这里所有人都要殒灭 不对 这位徐城公子的修为精深 应该是没事的 可他们这些先天之下的 没人能逃 好在这灵纹虽然游走 却都被收束在符纸上 没有丝毫地缭乱 不过几夕 徐城已经绘制好一张符纹 这符纸上 有一道冰蓝的光运灵纹闪动 指尖夹住符纹 他抬手 直接将符纹甩出流云草炉 那俘虏飞出化为流光 落在百丈外的河湾 俘虏炸裂 化为一座三丈高的冰山 狠狠砸下 河湾之中水浪乍起 雨下飞溅 嗯 今日能尝到河仙了 徐城笑着点点头道 今天他不但尝到了河仙 还尝到了味道不错的河仙 诸慎打下手 沈元和邵三通料理 这鱼虾被做成好几个菜式 我送一份给雨落吧 以往他小的时候 我常给他捕捉鱼虾家餐的 等他修行 宗主怕他分心 摸鱼捉虾这些事情 便不准他做了 合完前的石台上 摆着各种和鲜菜肴 沈元提着个石盒 往山崖上走去 徐城自然知道沈元 是为了与雨落拉关系 不过他知道雨落也是个小馋猫 有好吃的送他 没错 和鲜味道不错 徐城多吃了几口 公子 不知这符路是何手段 朱慎小心地看向徐城 一声问道 刚才徐城那一道符路 可是让他心惊 这种手段 从未见过 这杀伤力 虽然只是堪比出入先天 但关键是 能储存鞋带 要是一位宁器 乃至裴员的武者手上 掌握许多这符路 完全可以发挥先天战力了 朱慎自己是一位要师 他要道修为极高 但自身武道修为却不行 只是寻常的厚天境 如果手上 能有这些符路护身 他就能做很多事情 这符路你们要想使用 需要有媒介绘制 徐城看透朱慎心思 直接开口 是何媒介 朱慎激动问道 他们这些人真的能用 朱慎心中火热 徐城想了一下 然后道 血缘汇猎 是猎杀凶兽吧 以药液 融合凶兽的血 汇制符文 得到的符路 虽然杀伤力小些 但汇制容易 使用也更方便 它是以仙灵之气 汇制符路 释放时候 也以仙灵之气 为引子 这手段 没有修仙道的人玩不了 但用掺了凶兽血的药液 汇制符路 不需要仙灵之气 激发和汇制都简单 杀伤力嘛 每张相当于 宁气七八重一击吧 这手段也不差了 徐城的话 让朱慎和邵三通等人 都是满脸激动 多置些空白符路 我教你们汇制符路之法 等去猎杀凶兽时候 便取血炼药 汇制符路 徐城看向远处 淡淡说道 那边 雨落深如飞红 飞落而下 这可是小丫头 难得来看自己 徐城哥哥 你有这么多好吃的不含我 以后 我赖在你流云草路不走了 雨落深如浮云 瞬间到来 朱慎等人相互看一眼 悄然退开 雨落笑一声 然后看向河湾道 走 天师 你陪我钓鱼 好怀念啊 他话音一顿 当初 在东周山天师宫 他没少吃攀石和小丘的鱼 可是现在 他和徐城所熟知的一切 都泯灭在时光长河 想要寻回来 不知要到什么时候 放心 所有的一切 我都会寻回来 徐城淡淡开口 面上有着一丝自信与郑重 雨落点点头 将鱼竿上挂着的鱼钩甩出去 落在河湾里 你挂鱼饵了吗 还要鱼饵 雨落这么漂亮的仙子来钓他们 他们不该乖乖上钩吗 第724集 几日之后 落雪宗山门之外 一对身穿白袍的宗门弟子 列队肃穆而立 这些人身上气度非常凝重 每一位都是门中高手 他们是落雪宗选拔出的精英弟子 每一位都是宁气五六重以上 其中注击镜的有八位 半步后天的都有两位 只是落雪宗毕竟只是寻常宗门 门中弟子之中 除了雨落这等天骄人物 其他的一位后天镜都没有 灵素云立在山门外 看着雨落踏上车架 面上露出一丝不舍 不过转过头 看到车架前端坐的徐城 还有车架旁站着的大长老 他又轻轻一笑 当初安排雨落参加雪原会令 本是有拿雨落的终生大事 来寻找盟友 那时候的雨落在宗门中 是绝好的宗门未来执掌者 但也是一位可以拿来交换的筹码 不是灵素云狠心 为宗门延续 他连自己都舍得 好在雨落 现在已经踏足先天之境 他寻的这位行走 更是强到难以想象 这两位参加雪原会列 定然会一战成名 到时候凭借他们的声威 洛雪宗也会跟着名声大振 就算以后雨落和徐城 不在洛雪宗 有着香火情 外人也要忌惮 洛雪宗几分 灵依 好好看着你这破山头 我还要回来住两年呢 雨落从车窗伸出头来 通灵素云寒 这句话让周围人笑出声来 不少弟子忍不住将头扭过去 这洛雪宗要是破山头 那他们这些人算是什么 山代王手下的小罗罗 队伍前行 几辆车架在前 后方是近百位洛雪宗弟子 雨落坐在第一辆车里 徐城坐在前面车架上 后方几辆车则是朱慎 沈元等人 上次制作福祉 让朱慎等人大大来了兴趣 这几日他们全力学习绘制灵文 都已经将徐城教授的几种灵文 绘制手法学会 就等到雪原上猎杀凶兽 用凶兽血液炼制药液 然后绘制真正的福禄 牧阳和高冲则又用那些药材 制造了很多空白符纸 后面有一辆车架上 一半空间都是堆着这种 剪裁好的符纸 雪原会立 洛雪宗派这么多弟子参加 还是第一次 好在这一次大长老亲自带队 所有事情都不需要与洛操心 他就坐在车厢 然后时不时地跟徐城聊几句就成 车队前行 一路上也遇到不少其他宗门的队伍 只是相比洛雪宗这一回 其他队伍都是三三两两 大猫小猫不几致 这是洛雪宗 他们全都是参加雪原会列的 大道旁 一位身穿黑袍的中年 看着洛雪宗队伍 面上全是茫然 只说 洛雪宗这么多人 我们就五个人 这怎么比啊 中年身后 一位轻瘦的少年苦着脸 低声开口 可不是 人家百多号人 浩浩荡荡 看着声势就壮观 而且这些人气势凝重 每一位都是真正的高手 这样的队伍去参加会列 没有同等战力的 完全比不过 是啊 他们都是高手 我们最强的 还不会是宁气三重 另一位少女担忧的低语 黑袍中年舞者摇摇头 我看洛雪宗怕是疯了 这么多精英来送死 他话说到这儿 连忙顿住 这么多精英是送死的 那他带着的这点人 那是来送菜 果然 他身后几人都是面色一白 师叔 你说我们不会死 只要认输就成 对吧 是啊 师叔 你说我不会死 回租门还会给我修行的资源 昨晚我都陪你说 弟子们纷纷出声 让黑袍中年面色一沉 背什么话 既然已经来参加血缘会列 那就是生死有命 说完他冷哼一声 大步往前走去 生死有命 之前来时候不是这样说的呀 众弟子只觉得浑身的力气 都快被抽光了 洛雪宗前行几日 路上也遇到比较 灰红壮观的大队人马 那衣着整齐 气势冲天样子 连牛马都怕 与洛雪宗相遇 那队伍分毫不让 静止冲向前方 扬长而去 这是兵临建门的人 大长老看着那队伍 低声开口 兵临建门 乃是冰封雪域中 排名靠前的宗门 大长老看一眼 身后气势强盛 还有一丝想与人家 争盛的弟子 心中一叹 无知者无畏啊 刚才遇到 他已经感受到 对方的实力 兵临建门来了三百弟子 其中后天竟有五位 半步后天 宁气竟八层九层的 有好几十 其他人也没有低于 宁气五层的 这样的战力 如果不算是 圣女和徐城 彭扫几个洛雪宗 都没有问题 他看向前方 双目眯起 但愿洛雪宗 不会与这样的 大宗门直接交恶吧 前方 身穿黑甲的大汉 微微转头 似乎对背后 洛雪宗队伍中的 大长老有所察觉 师兄 那是洛雪宗吧 大汉身侧 一味身穿 青色袍服的 三巡青年皱眉道 大汉点点头 洛雪宗虽然实力不差 可也没有这等强盛吧 百位弟子 都是宁气五重以上 青年回头看看 双目之中 闪过一丝精光 按照我们 宗门十抽一的规矩 那洛雪宗这些年 可是飞速膨胀呢 雪域很大 雪域又很小 冰封雪域因为环境原因 各家大宗门之间冲突不大 但资源谁都不嫌多 多一家大宗门出来 就有人多抢去一份 平日大宗门压制中小宗门 掠夺资源 已经是惯例 洛雪宗什么时候 在被压制中悄悄发展到这等程度了 听到青年的话 黑甲中年摇摇头 没你想得那么严重 洛雪宗这一次 不过是孤主一致罢了 这些弟子 应该是他宗门所有的力量了 他这话让身边青年一愣 所有力量 他们疯了 谁敢把真正的力量 抽掉到雪原汇列 便是不怕别人的猎杀围攻 那些不知道多少的凶兽 可不给面子 曾经有一次 雪域之中一方大宗 组织三千门中高手 横压四方 要在汇列中大显身手 甚至准备一桶雪域 所有宗门 都不敢与此方宗门对上 没想到雪原汇列结束 这家宗门的三千高手 只剩下三百步道 凄惨归来 雪原中的凶兽强者出手 将有先天境带队的三千高手 差点杀个干净 这家宗门不过几年 又分崩离析 消亡在雪域之中 从此之后 雪原汇列 再没有谁敢押上身家 呵呵 洛雪宗圣女 已经到了昏配年岁 这一次 他们要么自家圣女 大放异彩 要么 这朵雪域最美的明珠 被人采摘 你说 洛雪宗是不是要赌一回啊 大汉的话 让他身侧的青年浑身一震 洛雪宗 圣女 是他 青年面上闪过一丝弥醉之色来 呵呵 师弟 这一次 你可是有机会啊 大汉长笑出声 那青年没有说话 只是转过头 将目光投向洛雪宗的队伍 雪原上冰寒 大队人马还好些 那些散落的 很是辛苦 洛雪宗前行 有零散的小宗门队伍 都赶过来 跟随在后 快到雪原汇列地的时候 洛雪宗队伍已经浩浩荡荡 很是壮观 前方雪原上 数百亿兽横行 掀起雪墨飞舞 洛雪宗圣女来了吗 本少主 来瞧瞧是不是 真的美若天仙 一道嚣张的声音传来 亿兽冲锋而至 飞扬凌乱的雪花 带着燥热的气血 撞向洛雪宗队伍 通天的气血翻滚 方若云泡 百亿洛雪宗弟子 在那气势冲击之下 只感觉摇摇欲坠 洛雪宗拉车的马匹 全都腿脚发软 要跌倒在地 一匹四足丈高的黑色狂狼 冲向洛雪宗的领头车架 狂狼背上 一位身穿黑甲青年 长笑着伸出手 要去抓马车的车门 是风云寨的人 立在车架旁的洛雪宗 大长老眼睛一瞪 逼鹤出声 早护在车架一旁的 高冲飞身而起 手中常见出鞘 直指那身手青年的手掌 这一见来的忽然 那青年一意声 另一只手上 一柄弯刀抽出 血色刀锋 往高冲头顶劈来 高冲若是不退 这一刀就能将它 劈成两半 三尺 一尺 刀锋当头 高冲似乎毫无所觉 剑锋依然指着 黑甲青年伸出的手掌 刀锋过处 高冲自然是性命不保 但那剑锋 也会将 黑甲青年的手掌切下 一命换一掌 黑甲青年双目眯起 刀锋更快一分 弯刀上夹带的锋芒 扫碎高冲头顶的乱发 剑不容发 黑甲青年收刀缩掌 夹着狂狼 擦着车架 一闪而逝 高冲的常见剑锋 擦出一丝血色 狂狼冲出十掌之外 打个旋 狂笑一声 掉头而立 坐在狂狼背上的 黑甲青年 抬起左手 凑到嘴角 一丝血红 从他手背上渗出 第七百二十五集 黑色战甲仿若海洋 将白色的车队包围 落雪宗弟子全都瑟瑟发抖 手中长剑出鞘 挡在身前 远处 一队队各家宗门的队伍都看过来 是风云寨的人 有人微微变色 低声开口 是谁惹上了风云寨 这些疯子 可是从来不讲道理的 山岗之上 有身穿轻袍的道人 皱着眉头 鼻声道 风云寨 那是雪原上 一家大势力 其中先天六重镜的 大寨主 元丰关 是个形势乖张的 混世魔王 整个寨子里 先天竟超过十位 这等强大的实力 让风云寨压住方圆万里 正邪两道 都不敢忤逆 关键这风云寨 从来都不讲规矩 脏活干的不少 形势霸道无比 图门灭派的事情 从来都是抢着干 那位 不会是号称 元疯狂的 风云寨少寨主吧 远处有人面上 闪过京剧之色 不由后退几步 元疯狂 是不是那个号称 比其父阴狠 杀人无数的 风云寨少寨主 几位身穿灰袍的舞者 都是面色惨白 这一次血缘会列 竟然有元疯狂参加 不知要掀起 多少腥风血雨了 一位白袍老者 低探一声 轻轻开口 雪地之上 被团团围住的 落雪宗队伍 遭动不安 手持长剑的高冲 面色不变 微微抬头 小子 你很不错 元疯狂面上闪过 阴狠 目光盯着高冲 今日本少主 心情不错 不会计较你的 将你们圣女 从车架里 拖出来陷于我 往后 你就是我手中剑 元疯狂面上 闪过颠狂 目光扫过 落雪宗队伍 给你实习考虑 实习之后 本少主 会杀光你们 所有人 元疯狂的眼睛 从高冲身上 转过 又落在 车架一旁的 大长老身上 他背后 一位身穿皮袄的 老者凑上前 低于几句 元疯狂面上 闪过狂热 伸出舌头 甜甜嘴角鲜血 战先天啊 那才好玩呢 他的目光中 透出危险与狂热 雪宗哥哥 又来一个 要抢我的啊 你看看 怎么办嘛 你会不会 护着我呀 车架之中 雨落的声音 忽然响起 这声音 妩媚到极致 让人听到 只觉得骨头 都要酥软 原本杀意凌人的 原疯狂面上一愣 瞪大眼睛 圣女 他手上弯刀指向高冲 抱贺一声 小子 你没机会了 杀 给本少主抢了圣女 本少主 要洛雪宗圣女 做压寨夫人 黑甲狼旗 高呼着冲向前方 洛雪宗大长老 面色俱变 悲身而起 他身中 淡黄色的钢器 化为赵许 绕撤千丈方圆 先天二重 小心 有先天高手 洛雪宗大长老 他们竟然以 大长老代队 狼旗之中 有人高呼 远处也是 惊呼一片 洛雪宗这次 真是压箱底的 高手都推出来了 门中第一高手 大长老亲自代队 原疯狂身侧的 皮咬老者 面色微变 然后张狂大笑 来得正好 强了洛雪宗圣女 做少寨主 压寨夫人 杀了一个洛雪宗 大长老冲喜 真是双喜临门 他身上凝重的 先天刚气展现 先天二重 同样先天二重 他展现的力量 更为浑厚 更有侵略性 两道先天刚气 撞在一起 将方圆百丈的 飞雪都定住 然后化为水气 嘿嘿 本少主今日 抢亲抢定了 原疯狂大笑 手中弯刀 横在身前 狂狼撞向高冲 后方车厢中 邵三通和沈元 飞身落在车顶 手上各种药液 和灵药药粉握住 随时准备洒落 他们虽然修为 只是后天 但有三级炼药师水准 手上的各种药液 和灵药药粉 能发挥出 难以想象的手段 两位三级药师 一位先天二重高手 这一次 洛雪宗真是 下了血本啊 只可惜啊 还没上赌桌 这就血本无归了 远处 不少人都是 惋惜的地狱 远处山道上 一队数百剑科 静静等待 当先几人 面色淡然地 看着战场 罗师兄 这洛雪宗 跟我们复阳剑派 关系不错 我们不出手 说话之人 是一位三巡左右的青年 他身背长剑 身上剑意涌动 听到他的话 周围几位同门都是青孝 领头的四巡 青袍剑客摇摇头 淡淡道 东门情义 归宗门情义 此时为这虚无情义 让门中精英弟子受损 不值得 听到他的话 问话青年面上闪过一丝失望 然后还是点点头 呵呵 举师弟啊 少年慕爱 英雄救美 这可不是书上那么简单 这可是要拿同门师兄弟的血去拼的 一位身穿白袍 留着短须的中年剑客轻声开口 也好 让师弟你见识见识江湖险恶 明白事间是无心想事成的道理 另一边也是有人低笑着出声 远处 有一对百余人的战骑飞奔 奔向战团方向 那些身穿轻甲的骑士身形矫健 战马踏雪 真是丝毫不散 这一对骑士顿时引来许多目光 是玉和剑门 他们乃是洛雪宗盟友 虽是洛雪宗的靠山 呵呵 玉和剑门又如何 今日之节 他们挡不住 四周观望的各家宗门 有人轻笑 有人遗憾 这就是江湖 唯有力量 方才是一切 血缘汇列还未开始 一家不小宗门 就要被斩灭 可惜了 听那洛雪宗圣女 真是个美人哪 不知何处传来低探 红颜祸水 红颜薄命 洛雪宗的车架之中 与洛伸手聊起车帘 没你什么事情 好好修行就是 徐城的声音传来 此时大长老与皮奥老者 都已交手数次 落在下风 邵三通和沈元手上的药液 也已经抛出 在空中化为云雾 坐在车架上的徐城抬头 然后伸手点出 不远处捧着青铜丹顶的 沐阳浑身一阵 背上剑霞轻响 青翠逐渐出窍 逐渐出窍瞬间 一道冲天剑气升起 这剑气滑破天地风雪 将万丈虚空都染成了苍翠 剑气 与洛雪宗大长老缠斗的皮奥老者 瞬间化为两半 然后被剑光裹挟着残躯 向着下方撞去 青翠逐渐一闪 穿过原疯狂的脖颈 剑光带着妖艳的血红化为流光 带着凄厉的尖笑 一个回旋 直接杀进黑甲狂狼战骑之中 剑光横扫 穿透一道道身躯 一息 两息 三息 三息之后 剑光回落 插入剑窍 漫天清光消散 白雪化为血色雾气 万年未曾裸露的山鸾 显出被蒸腾积雪露出的黑色泥土 刹那 黑色泥土又被染成血色 直到此时 整个天地之间 方才有轰鸣 与呼啸声传彻 一剑 斩千旗 黑色狂狼仰天长笑 还沉浸在冲锋之中 他背上 原疯狂的身躯掉落 然后被后面 散落奔逃的狂狼 踩成碎片 那些失去主人约束的狂狼 四处奔逃 冲向不少围观势力 引来各种骚动 不少人不得不出手 将这冲撞的狂狼斩杀 等骚乱平息 前方已经没有了 落雪宗队伍的踪影 他们 他们杀了原疯狂 真的疯了吗 他们不怕 风云寨的报复 看着一片狼藉 有人煞白着脸 低声开口 哼 刚才那一剑 你没看到吗 有人脸上闪过不屑 冷声道 等一剑 斩灭千计 会在乎风云寨的报复 说话之人 仰天看向不断翻滚的云涛 低声道 这血缘上的天 要变了 富阳剑派队伍那边 顶头几人 都是一脸呆愣 只有刚才出生的 三巡青年 低声开口 愈合剑派队伍的人 跟洛雪宗一起走了 一起走 洛雪宗的战力 竟是强到这等程度 愈合剑派 算是找到了靠山 只是本来 富阳剑派 也有这样的机会的 一剑斩灭千计 此等战力 先天五重以上 都不一定能做到 或许还要借助 神剑之威 难道洛雪宗 拥有了一柄神剑 富阳剑派领头的 罗师兄摇摇头 淡淡道 我被修剑 只靠手中剑 何须借助外人力量 走 我们去参加血缘会练 半日之后 这里的消息 环遍方圆数百里 更有人将 风云寨大队人马覆灭 少寨主被杀的消息 往风云寨中送去 清白两色的队伍并行 可见青色的骑士 明显均阵严整 身穿白袍的 洛雪宗弟子松散许多 但此时 那些青甲骑士 都是时不时地将目光 投向洛雪宗方向 特别是身背剑侠的 牧羊更是吸引了 所有人的目光 第七百二十六集 雨洛 你告诉姐姐 刚才那剑 是不是你们 洛雪宗的压箱顶 车架之中 一位身穿青甲 长发竖起的 女剑士 低声开口 女剑士双十年华 身上气血浓厚 一身鹰气薄发 与对面慵懒的雨洛 形成鲜明对比 梁姐姐 你要是喜欢那剑 拿去就是 雨洛毫不在意地摆摆手 然后身形移动 凑上前 手搭在青甲女剑士的肩上 她衣衫轻薄 露出雪白手臂 剑可以给你 不过 你可不能打我 徐城哥哥的主意 雨洛盯着女剑士的眼睛 然后露出凶狠模样 我告诉你 徐城哥哥 是我一个人的 听到她的话 青甲女剑士扑齿 笑出声来 你的是那个 卑贱的小孩 雨洛摇摇头 那是刚才 挡在车架前的那个 雨洛还是摇头 青甲女剑士好奇问道 我就好奇了 什么人让雨洛你这么看诚 连姐姐我都不愿分享 当年你不是好吃的 好玩的花衣服 大宝剑都和我分享吗 一个男人 他不也是个玩具 哼 徐城哥哥可不是玩具 雨洛板着脸 目光投向车架前方 他是我的男人 青甲女剑士转过头 然后面上露出一丝茫然 雨洛 你选来选去 就选了个赶马的 你这眼光 也太差劲了吧 听到他的话 雨洛哥哥笑起来 徐城哥哥 你就是个赶马的 雨洛掩着嘴笑起来 坐在车架前的徐城转过头 淡淡道 雪原聚会之地到了 说完 他目光落在青甲女剑士身上 扫过 转了过去 女剑士只觉得眼下 有一座巨山杂像 轰的一声撞在自己的胸口 她面色一白 差点一口鲜血喷出 好厉害 她面色惨白地转头 看向雨洛 心有余悸的低语道 这恐怕有先天进 五重以上的修为了吧 雨洛盲伸手 按在青甲女剑士的背上 一股浑厚力量透入 女剑士浑身一震 面上露出惊异之色 雨洛 你 你踏入先天了 你 你这个小妖精啊 雨洛笑着抽回手 整个车队都停下 前方是一片无银的雪山 一对对的舞者到来 有的是大队人马 其中还有无数气血冲天的强者 还有的是零散的五道修行者聚会 相互结成团体 整个雪山之前 有数万人聚集 漫天的飞雪都被这些人马的气血荡开 那就是落雪宗 大雪山之下 一座木亭之中 一位身穿白袍的老者淡淡开口 老者身上淡淡的光运缠绕 将身中的冰寒全都挡在外面 他身旁还有数位同样气息凝重的中年或老者 几人身形各异 唯一相同的就是身上都有让人不能直视的光运 能一击斩杀千计 要么是神兵 要么是先天六重 一位中年舞者双目眯起 看向远处清白队伍 欲合剑派的梁山峰没来 落雪宗的秦三阳 三十年前好像就陨落了 这么看 他们是真的有一届神兵 听到这中年的话 木亭中众人都是眼睛一亮 站在前方的一位老者眉头皱起 然后道 这似乎不合规矩 雪原惠裂是为各宗门年轻人准备的试炼 是为了大浪逃杀 将资源集中在少数人身上 可落雪宗携带神兵而来 战礼滔天 这是来杀戮的 以神兵参加雪原惠裂 就算是能大胜 又有何用 哼 有神兵又如何 我白城宗少宗主 已经先天二重 拒去神兵 不过死物 哼 这一次 我扬兵剑阁两位预备阁主到来 雪原惠裂 不知鹿死谁手啊 木亭中 几位身形凝重的强者 都是开口 既然如此 不如就以此为路如何 一位身穿麻布长袍的老者 叫着伸手 指向前方的清白队伍 据说那位洛雪宗圣女美若天仙 既然圣女也来了 那鉴于美人皆得者 并是此次汇列的最终赢家 老者说到这儿 转头看向众人 以我们几家实力 在天神兵 若是其他几家全力协助 未尝不能走出雪域 世上无数地域 困居一地 我雪域传承 可是在其他地域都算弱的 能走出去看看 会大有好处 老者的话 让身边其他人 都是双目放光 鉴于美人其得 最主要的 还是能在同辈中 成为领头人物 走出雪原 老夫手上 有一枚天狱通行令 又在此时 站在前方的白袍老者 忽然淡淡开口 天狱通行令 木亭之中 所有人都是寂静无声 修为到他们这层次 当然是听说过 天狱通行令的 世间无数地域 谁不想去天狱修行 但要往天狱 要么是先天七重以上的修为 可自由穿行天地避障 要么是能有天狱发放的通行令 以此令引导 持户 进入天狱 而且以天狱通行令 进入天狱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天狱之中 会受到发放此令的 大势力保护 这可比自己穿行过去 沦落为散修安全多了 张硕前辈 你真愿意将此通行令 拿出来 沉默良久 不停中终于有一位 中年低声开口 面前老者修为在血域之中 已经通天 虽然无门无派 但没有谁敢强迫他 拿出自己的东西 这血缘会列 寻他来主持 也是因为这老者 行事公道 老夫已经老了 此通行令 对我来说无用 老者点点头 双目之中 透出深邃的幽光 然后淡淡道 如果能征召精英后 被前往天狱 我也算是尽了自己的职责 手握通行令者 与天狱必然有千丝万缕关系 此时这老者 也不藏匿身份 大方承认 多谢前辈 木亭中众人 都是欣喜地向着张硕攻身 张硕点点头 盼着前方清白队伍 口中发出只有他 自己能听见的低语 这气息 天狱之中也少见啊 难道是哪位天狱少主 游历到此吗 如果真是 杰克善缘 倒是不错的选择 血缘之上 玉和剑派与洛雪宗的队伍周围 数里之内 都没有其他人靠近 直到前方高台上 一道道冲天血气 与钢气升起 所有人方才 靠拢 本次血缘狩猎 依然由张硕前辈主持 我血于各家宗门 鼎力协助 高台上 一位身穿淡紫色长袍的 五巡老者高声开口 他身上的钢气交织 让人难以直视 这是一位 这是一位先天四重镜以上的强者 随着老者介绍 身穿白袍的张硕飞身而起 身形落在十丈高空 脚下踏住几片雪花 凌空缓缓下降 此等手段 让这些各宗门精英弟子都是一脸崇敬 这 这难道是先天之上境界 有人低语 曾听说先天之上强者 能凌空不落 只是血域中还没有那等强者 也无人知道 什么是凌空不落 今日见到这位 似乎就是这样手段 还不能算是凌空不落吧 但这修为 应该是离那一步不远了 虽然刚气凌空让人难以直视 下方人还是想看真切 张硕面向下方 身上一道淡淡的微压降下 方圆十里 风雪停滞 所有人都觉得 头顶有一座千丈巨山压下 整个人都不能呼吸 这是绝强者的力量 被压下头颅的那些精英 每个人都是双目中透出金光 紧紧攥着拳头 强者 只有成为强者 才不会在别人面前低头 一道道不屈战意升起 嘿嘿 看来我飞云踪的天骄 还是有几分骨气 高抬一侧 一位身穿轻袍的老者 伸手捋长须 然后笑出声来 他眼光落出 那边有几道气血凝成一片 用来抵挡来自张朔的微压 不止这一处 其他各处也有不少天骄人物 在这微压之下不甘屈服 唯有傲骨 方才能支撑修行 修行之人心中没有傲气 遇到强敌如何应对 张朔微微点头 目光扫向洛雪宗方向 此时洛雪宗那里 除了大长老立在车架前 面色凝重 其他弟子都是被压下身躯 不能直起腰身 看来那一位 没有出手帮助洛雪宗之人 张朔刚准备目光挪开 忽然一愣 洛雪宗队伍之前 那拉着车架的白马 此时轻松打着响鼻 然后呼出热气 四提在地上悠闲地踢踏 怎么可能 这畜上 怎么可能在一位 先天七重强者面前 轻松自在 没见其他各处 那些骑乘的异兽 全都躺倒在地 四足虚软吗 张朔双目之中 闪过一丝惊悍 然后悄然隐去 没想到这一位的修为 还在自己想象之上 第七百二十七集 诸位 雪原之中凶兽残暴 你们要精诚合作 张朔淡淡开口 声音飘荡在方圆石里 他身上 那恢弘的威压慢慢收敛 化为虚无 许多各宗弟子抬头 大口地喘着气 刚才他们差点憋死 此去雪山 无宗门长辈护持 若是真无法坚持 可退出汇列 张朔声音在起 然后高声道 去吧 听到这一句话 各家宗门的精英弟子 都已经全力冲向雪山山脉 少主 全力拿下洛雪宗圣女 这一次他和洛雪宗携带的神剑 是彩头 当大队穿过高台前方时候 有人传音 一时间各大势力之中 都有人传音嘱咐 圣女 神剑 那些各势力之中的精英弟子 都转过头 看向不虚不及 列队前行的清白队伍 前方的车将 就是圣女所在 就不知这位圣女 到底滋容如何 好在传言其绝美 定然不会差 而且 就算这位不如传言美貌 不是还有一柄神剑做彩头 宝剑美人 有趣 一位身穿黑色战甲的青年 轻笑低语 然后带着身后数百战旗 飞奔而去 洛雪宗的神剑 这是圣女的嫁妆吗 本公子笑纳了 一位身穿白色大肠 头戴紫玉官的青年 长笑着飞奔而走 青年身后 是一排排面容冷峻 仿佛没有生命的青甲战族 无数舞者奔行之中 青白队伍毫不起眼 却不觉成为焦点 女多 我已经感受到 不下十道强者的注意头来 青甲女剑士坐在车架中 转头看向雨落 我都怀疑 跟你们洛雪宗同行 是不是个错误的决定 女剑士手中握着长剑 看头看向不远处 奔行离开的队伍 无风剑宗的家伙 他们特地来转一趟 挺他们一家 随手就能灭了我们所有人 青甲女剑士双目中 闪过一丝愁色 雨落将一个小盘子 递到她面前 然后嘀咕道 杨雪总还吃吗 不吃我吃完了 那盘子之中 四五颗指头大的青玉小果 集上泛着淡淡的灵光 青甲女剑士美好气的白眼雨落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是到吃 话说到这儿 雨落将盘子收回 她忙伸手 给我留两个 我好久都没吃过这青玉枣了 车厢之中 两人开始争抢那几个果子 完全忘记 这是在雪原汇列的战场 车厢之外 悲雪漫天 却都在车厢外三尺 化为虚无 那些青甲骑士目光扫过 不觉低头 能将力量运用到这等程度 实在是难以想象 牧羊和高冲等人 随在车架两侧 身上力量翻涌 雪原广阔 不过片刻 数万人散落其中 也不见踪影 雪原汇列规矩 进入雪原前三日 不准相互攻伐 能杀人灭口自然没问题 否则只要被人知道 主持此次汇列的张朔 和各家宗门领队高手 都不会客气 前方有凶兽的嘶吼声传来 这声音之中透着暴虐 让那些战马都四提发软 轻甲骑士不得不全力调整战马 将其劝围住 前方有轰鸣之声传来 显然是动手了 这大队人族各宗精英才散开 遇到的凶兽还要抢夺 等落雪宗和玉和剑派队伍赶过去的时候 那边战斗早已结束 地上只有零散的血迹 还有一些破碎零甲衣袍 是一头后天五重左右的林甲凶兽 伤了人 不过应该不是重伤 青甲骑士前方 一位三巡左右的青年高声开口 小心些 周围说不定还有其他凶兽 那青年高呼出声 然后目光扫过落雪宗的队伍 然后淡淡道 你们自己看好自己 这话语之中多出不少轻视 但落雪宗弟子却无法反驳 他们落雪宗单凭实力 在玉和剑派面前不够看 若不是圣女带队 与玉和剑派的小剑主关系好 这两队都不会聚在一起 只是落雪宗也有底气 凭圣女行走徐城公子手段 那青色神剑出鞘 便是再多凶兽又如何 还不是送菜 不由的 众人都有些期待遇上凶兽 风雪之中行走百余里 空气之中的血气愈发浓郁 转角处 几道人族舞者的残须 在那躺卧 青白队伍停住 一对青甲骑士冲上前去 有赤牙鼠在此 一身查探 领头的青甲骑士 面上神色一变 赤牙鼠 两派弟子都是一惊 那可是堪比 半步先天的强大凶兽 一对大牙 能将钢铁直接啃碎 一道黑色身影冲向队伍 那是一头三丈长的 巨大灰黑老鼠 其嘴上的尖牙 有一尺多长 透着妖艳的血红 车架之中 陪在雨洛身边的青甲 女箭士飞身冲出 手持长剑 撞向那巨鼠 手持长剑的青甲女箭士 被巨鼠的长崖挡住 然后撞飞回来 雨洛抬手一招 身形斜斜飞出的青甲女箭士 被带到车架上 雨洛 那畜生不好对付 见雨洛起身 青甲女箭士连忙出声 她自己这大老鼠一击都挡不住 雨洛就算是先天 修为剑术也不可能掌握多少 这般出手还真有几分危险 我没说要出手啊 雨洛脸上露出笑意 身头看向徐成 徐成哥哥 这大老鼠好丑啊 我不要看见它 随着雨洛的声音落下 徐成抬手并指 轻轻一挑 牧羊背后的逐渐出窍 然后一闪而逝 一道青光闪过 大老鼠被直接斩成两半 一团暗红的血色旋转 化为巴掌大的血球 这畜生的血拿来熔炼 可以绘制浮禄 抓住气血 徐成往后面车厢一抛 朱慎 沈元 还有邵三通 都是面色一喜 这要是能配成了药 他们的药道修行 绝对大尽 徐成手掌灵光闪动 最终化为一掌 印着符文的灵符 成了 车厢之中 青甲女剑士看到 刚才那一剑 整个人愣住 这就是神剑吗 好厉害 他转头看向雨落 低声道 这剑是他的 刚才明显看到这柄剑是徐成御史 斩杀凶兽的 只是徐成御史 长剑的手法 实在太奇异 手指动动 长剑就直接出窍 这是因为长剑神异 还是这御史 长剑之人 修为高深 看徐成年岁不大 应该不是 修为有多高深吧 难不成 还能跟雨落一样 也是个天才人物 或许还是这剑 才是真正的 神异之物吧 了解剑 我不是说了吗 这一剑你要喜欢 我让徐成哥哥送你啊 雨落趴在车窗 去看徐成教导 邵三通他们画符 这画面好熟悉 送 星甲女剑是摇摇头 也就雨落心大 才说这话 也可能是面前青年 在雨落面前 表现对此剑太随意 让雨落以为 这剑价值并不太高 少年目爱 为追求雨落 奔上宝剑 也不是不可能 洛雪宗毕竟底蕴浅了 看不出此剑的珍贵 只是拥有如此宝物 这青年出身何处 星甲女剑是目光 投向徐成 难道她是来自天狱 邵三通和朱慎他们 学着徐成所教授的画符之法 回到车架中 开始绘制符禄 之前他们就学了几种基础的绘制符禄手法 此时刚好都用来试验 那一团凶兽血液配制的药液 足够他们暂时使用 徐成回到车架上 顺手将刚才绘制的几张符禄 递给雨落 雨落将符禄展开看看 手指在其上摩擦几下 唉 天师宫的福还是这样 她甩手将符禄塞到青甲女剑士的手里 梁姐姐 送你了 符禄 什么东西 青甲女剑士摊开手 目光落在这符禄上 不由双目一鳞 这符禄上闪耀的金光 似乎要将周围的空间撕碎 道道光运 仿佛先天境强者身外的钢气缭绕 此物完全是至宝 雨落 这 她抬头话没说完 雨落已经摆摆手道 青色是护身用的 用在自己身上 红色和冰寒的是对敌对用的 那带着冰丝的是范围服 小心使用时候别不分敌我的用 雨落说完打着哈欠 看向外面 哎 徐成哥哥 我想睡觉 听到她的话 徐成身形一动 落在车厢中 伸手将雨落抱在怀里 青甲女剑士看她一眼 点点头跳出车厢 这时候 可不好再留在车厢中了 落在雪地里 她回头看继续稳稳前行的马车 拉车的战马 好像完全不需要驾驭 静止前行 她不自觉地将目光 扫向背着剑前行的牧羊 不管是那剑 还是御史常见的人 都透着神意 第七百二十八级 半日之后 周围已经没有了喧嚣 漫天风雪 周围白茫茫 全是山巒 肃杀的山林之中 透出危险的气息 时不时传来的凶手嘶吼 让那些战马腿软 落雪综合玉和剑派的队伍 前行速度慢了下来 一张浮路从马车之中甩出 在前方半空炸开 划为火焰 温暖的光焰照耀四周 让顶峰前行的两派弟子 都是浑身一震 这 这是什么手段 少剑主 落雪综这一回 似乎处处透着神秘啊 青甲女见识身侧 两位身形雄壮的青年 面上神色凝重 其他弟子 或许只是心中好奇 但他们作为领队弟子 要考虑的更多 落雪综展现的实力诡异强大 让他们心中没有底 与这样的队伍同行 随时有被袭杀的可能 怎能心安 听到两人的话 青甲女见识摇摇头 惊声道 娱乐不会有什么坏心思的 可 左边青年还要说话 青甲女见识白手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我相信雨了 落雪综的队伍 现在是不是圣女主导 还未可知 若是圣女做不了主 又会怎么样 又一张符路 飞上半空炸裂 带来的温暖 让不少人常常呼气 被冰雪冻僵的手脸 也感觉到了暖意 天空之中 戒二连三的俘虏轰鸣 让玉和剑派的骑士都茫然 这东西是宝物吧 光照特地温暖 方圆百丈的火焰手段 就定然极为珍贵 可现在这东西 仿佛不要钱似地不断挥洒 这是干什么 那个 他们不是就为了取暖吧 骑士之中 有人面色古怪 低声开口 取暖 为了取暖 就点燃这样的宝物 青甲女剑士想起 刚才雨落 送自己俘虏时候的随意模样 这东西 真不算是宝贝 到第一日天黑 队伍才行进了 不过两百里 玉和剑派明显是经验丰富 开始扎营 战马在外 堵成圈子 然后把宿营地护住 一对身穿厚重皮咬的弟子 走到营地之外 警惕地看向四周 转过头 看到落雪宗 则是漫条丝里 不慌不忙地做起晚饭 梁姐姐 我们准备做凶兽肉烧烤 你也来尝尝啊 雨落身上 套着月白的衣衫 从车架上伸头喊 烧烤凶兽肉 经验丰富的那些 玉和剑派弟子 都是面色变化 在雪原之中敢这么干 岂不是要招来 无数凶兽 只是没等他们说话 那边火焰升起 不一会儿 就有鸟鸟的吹烟升起 不少玉和剑派的弟子 都吸着鼻子 不觉口中生津 太他们香了 青甲女剑士 犹豫一下 还是走了过去 雨落 此地乃是雪原 这烧烤凶兽肉 可是会引来 强大凶兽的 看向自家队伍 青甲女剑士低声道 雪原中规矩 为了不惹来凶兽报复 我们都是自带干粮 尽量不生活 听到她的话 满嘴流油的雨落 满不在乎地 转过头看向徐城 徐城哥哥 会有危险吗 徐城摇摇头 伸手将她脸上的碎肉墨擦去 两人腻味模样 让青甲女剑士抓起一块肉串 狠狠塞进嘴里 梁姐姐 你也该找个好男人嫁了 雨落的话 引来青甲女剑士白眼 这肉串是真香啊 不知不觉 一堆烤肉已经吃完 落雪宗弟子吃得多 后来加入的玉和剑派弟子 也尝了鲜 一时间 营地之中一片火热 徐城也不多话 就在那慢慢地烧烤凶兽肉 然后递到雨落手上 就在此时 远处雪山上 传来震天的嘶吼 那声音响彻 四处雪堆 都数数发响 青甲女剑士面色一变 准备起身 雨落已经伸手 抓住她衣袖 没事的 徐城哥哥说过 不会有危险 说过不会有 就不会有 她能保护你 可不一定能保护 这里所有人啊 青甲女剑士刚要开口 徐城抬手 手中一根竹签 闪烁着晶莹光亮 刚好肉食不多了 抓两头来吧 话音落下 她手上竹签飞出 一道璀璨的流光 化为十丈长 将雪叶照亮 所有人呆呆地看着 那化为十丈流光的竹签 穿透虚空 射向雪山之中 一声声哀嚎声传来 雪山方向 轰鸣声不断 百息之后 一道雪光回来 那是两头三丈长的 巨大山珠 被一道灵光穿透 穿着飞了回来 山珠砸在雪地上 砸出大坑 这骑马 也是三五千斤重一头 洗拨干净了 接着烧烤吧 徐城手掌一招 一个雪团在掌心浮现 这雪团中的 一道道斑驳的力量 正在肆虐 金色的光焰升起 将雪团精华留下 杂质燃尽 等火焰消逝 徐城手上的雪团 已经璀璨 仿若晶体一般 这过程也很短 此时整个驻地之中 所有人都是一脸呆滞 这是什么手段 世上怎么会有 这样的手段 这还是人吗 飞剑横跨数十里地 斩杀绝强凶兽而回 还有那凭空出现的火焰 若不是实实在在的山珠 还有那火焰就在眼前 它是所有人 都只当这一切都是幻觉 剑仙 这是传说中 天与剑仙手段吗 青甲女剑士呆呆地看着 那穿着两头山珠的 青色剑光 茫然低语 哼 徐晨哥哥 你故意的 羽洛垮着脸 满脸不高兴 你显现仙道手段 就是为了让我离开 这繁城世界 是不是 说完 羽洛狠狠将手上的肉串咬住 你们还不快点 这肉串都快吃完了 羽洛看着那些呆在一边 不知所措的两宗弟子 低鹤出声 徐晨抬手一招 将竹签召回 竹签 还是普通的竹签 他看向羽洛 轻声道 凡臣 何必逗留太久啊 说完他站起身 走向篝火边 将手中血色晶体 放在翻滚开水锅中 一股异样的香气升起 徐晨抬手将几种灵药 放入炉中 然后淡淡道 不管修行如何 每人一日只能一口 说完他静止走开 羽洛看他离开 口中不知嘀咕什么 抬头 见青甲女剑士 看向自己 梁姐姐 你可以多喝一口 羽洛说着 也转身钻进车厢之中 青甲女剑士 看着两人离去 回头看看 众弟子 心惊胆战地 洗拨那两头山珠 这山珠的皮 竟是要后天 五重的弟子 全力出手 才能剥离开 他低下头 看看木架上 摆着的竹签 就是那根 远射数十里 斩杀凶兽的竹签 由于片刻 他实在忍不住好奇 缓缓伸手 将那竹签握住 竹签断裂 这真的就是 一根普通的竹签 真的是剑仙吗 青甲女剑士 面上神色复杂到极点 这世上 原来真的有 这样的强者 先天 或许 真的不是修行的巅峰 少剑主 一位身穿青甲的 三巡青年 走到女剑士面前 手上端着一碗 带着淡淡血色 还有浓郁 一箱生腾的汤水 少剑主 这药 该不该喝 洛雪宗弟子 每人已经灌上一口 然后面红耳赤的 巡营地去睡觉 喝 女剑士说着 端起碗 狠狠灌了一大口 入口滚烫的汤药 一落入腹中 就升起无尽的气血力量 顺着经脉不断穿行 怪不得那些洛雪宗弟子 都是赶紧回帐篷 原来是为了炼化这要力 青甲女 见识面上也泛起红云 站起身 大步离开 这一夜 营地之中无数 四处都有长啸声传来 早上十号 队伍再次启程 杨姐姐 这就先天了 马车之中的雨洛转头 看向骑在马上的青甲女剑士 此时女剑士身上的气血真源 不断翻滚 一道淡淡的钢气缠绕 这是先天之境 不过很明显 她是修为还没有稳固 自身力量 无法收束 青甲女剑士 感激地看向雨洛 点点头 然后向着徐承一躬伸道 多谢 徐承摆摆手 赶着马车前行 第二日 遇到的凶兽 不知为何很少 倒是遇到不少宗门弟子 其中一些碎散的小队伍 都跟在了清白队伍后面 等晚上速营时候 这营地 已经有五百余人了 当鸟鸟的肉香升起 那些碎散的队伍都蒙了 我就说 不能跟在这些 落雪宗弟子后面 他们什么都不懂 一位满脸胡须的中年 狠狠砸一下拳头 低鹤出声 他身侧不少人 也是面色大变 不过 也有人面上露出疑惑 落雪宗或许不懂 但玉和剑派可是大宗 不会不懂啊 确实 今日一日 玉和剑派展现的野外生存素质 比落雪宗强多了 不管是开路 还是击杀散落的凶兽 几乎都是玉和剑派出手 那样子 简直就是落雪宗的护卫 可此时这两宗弟子 竟然就这么毫无防备地 在野地里烧烤起来 别说这香味 真是馋人 第七百二十九集 这是凶兽的肉 有人面色古怪地说道 何止是凶兽啊 另一边有人 墓中透出凝重之色 提升道 这还是不知多强的凶兽 不知多强 所有人都悄悄看着 前方营地中欢腾 然后挨动兽恶 嘿嘿 香啊 真香 忽然 前方有一道身影飞奔而来 一位穿着皮袄的 杖许大汉 急不跨到营地前 然后看着那些 烧烤的肉食 双目放光 他也不客气 半身跨过简易的木栅栏 走到篝火前 伸手抓起一个肉串 好啊 不错 真想不到 还能在血缘中 吃到这么香的肉 大汉旁若无人地 往嘴里塞肉 啊 吃了我们的肉 你就得付出代价 就在此时 雨落气鼓鼓的声音传来 大汉抬头 满是肉块的口中 发出声音 什么代价 给我拉车 雨落双目之中 透出精亮的青色光韵 鲜光 听到雨落的话 大汉面色一变 小丫头 你不怕我吃了你 大汉脸上露出 猙獰的暴虐 他身上 有让人胆颤的力量升起 整个营地 瞬间被一股血色笼罩 这力量之强 就连刚刚突破到 先天境的青甲女剑士 都双腿发软 这 这是凶兽 他想要起身 却挣扎几下 没有站起来 徐城哥哥 他要吃我 雨落忽然出声 他声音不小 似乎很害怕 但那撒娇的语气 谁都能听出来 都这种时候了 还有心思撒娇 这是所有人的想法 青甲女剑士 看向面上 没有一丝恐惧表情的雨落 不对 都这时候了 他还有心思 管雨落是不是在撒娇 你是要杀了他 还是让他拉车 徐城的声音响起 声音很轻 依然是整个营地都听清楚 这声音之中 透出一丝无所谓 似乎对将胸光笼罩 营地的大汉 没有丝毫在意 徐城的声音一起 大汉面色大变 转身就要跑 可他拼尽全力 身形却没有奔走半步 他立在原地 诡异地奔跑 脸上全是杖红 似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他的身躯慢慢拉长 化为一头三丈多长的 黑色巨虎 凶兽 这大汉 竟是凶兽所化 而且还是一头 不知道修为多强的凶兽 大汉化为黑虎 整个营地的血色消散 所有人都常常呼气 这 这是一头能化成人的凶兽 有人低呼出声 看着那黑虎 所有人都不觉想要退后 能化成人的凶兽 得强到什么程度 还要吃我不 雨落走上前 手中拿着根竹签 抽在黑虎的背上 黑虎立在那呜咽几声 似乎最终选择了沉浮 当雨落转过身时后 青甲女见识一副 不认识她的表情 我不是说了吗 有徐成哥哥在 不会有危险的 对吧 雨落转头看向车架位置 那边徐成点点头 她目光深邃 看向远处的天际 一整晚 整个营地中 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睡好 一头能化成人形的凶兽 就在不远处 这谁能好好睡啊 到第二天清早时候 队伍再次前行 真的是一头黑虎拉车 青甲女战士骑在马上 人情复杂 她身后 那些青甲骑士也不说话 还说什么呀 落雪宗的力量 已经让他们全都麻了 而那能增加 气血力量的汤药 也让他们 不会再有 离开队伍的心思 前方的山林之中 轰鸣声传来 还有几声凶兽的嘶吼 沉默前行的队伍 并未停留 静止前行 凶兽而已 算什么呀 拉车的不就是 等落雪宗和 玉和剑派的队伍 转过山脚时候 前方有一队舞者 拦住去路 只是本来血气冲天的队伍 在看到那拉车的黑虎时候 全都愣住 挡在队伍之前 这些人一时间没有开口 队伍停住 车厢里的雨落 掀起窗帘 他没有戴面纱 最近他都没有戴面纱了 随时让徐城哥哥看到自己的样子 怎么能戴上面纱 你们是来求收留的吗 雨落的声音仿佛仙灵之音 他伸手指向后方 要跟我们走的话 跟在队伍后面就行 我们会保护你们的 他的话说完 周围只剩风雪声 那队舞者中的几人 都看向领头几人 那几人最前方卑贱的青年 目光落在雨落面上 然后又看看拉车的黑虎 沉默片刻 然后沉声道 好 好 他身后那些舞者 都是面色古怪 大师兄不是要来抢圣女的吗 他们抬头看向那黑虎 不由点头 还是大师兄稳重啊 雨落坐回车厢 黑虎台族前行 挡在前方的舞者让开路 等清白队伍过去 他们跟在后面 这 这不是天朝剑门的人吗 他们可是冰封雪域 九大剑派之一 势力强决 怎么会跟在队伍后面 那些散碎队伍里 有人低呼开口 那个 你觉得他们不怕黑虎 有人目中金光闪烁 看向拉车的黑虎 看来自己跟对了 这洛雪宗的实力 连九大剑派都不敢打他们主意 黑虎开道 整个队伍仿佛交友一般 不管前方是人还是凶兽 要么让道 要么屈服 大半日一点危险都没有 不少人都觉得 这雪原会列 就跟玩儿一样了 嘿嘿 洛雪宗的圣女 这一次据说 各大宗门 都拿你当会列踩头 本公子来瞧瞧 值不值得抢 雪原之中 一道高大身影飞奔而来 迎接她的 是化为壮汉的黑虎 大汉一拳 那身影跌落雪地 抽搐几下没了声息 还先天二重 就嚣张成这样 大汉嘀咕一声 身形再次化为黑虎 然后乖乖去拉车 直到队伍继续前行 后面那些人 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 那是百岳门的断城河吧 百岳门少门主 天朝建门的队伍之中 顶头几人都是面色凝重 百岳门 可是仅次于冰封雪域九大门派的存在 少门主 断城河更是雪域中年轻辈的精英 这样的人物被一击斩杀 那黑虎还能化成人形 天朝建门的大师兄深吸一口气 双目中透出一丝巨意 师尊曾说 能化人形的凶兽 起码都是先天七重 他的话音落下 周围都是滴滴惊呼 先天七重 整个冰封雪域中有多少先天七重强者 不足百位吧 每一位都是各大宗门的顶尖老祖人物 可是现在就有一位这样的强者在拉车 所有人的心都已经乱了 百岳门死了少主 会不会 有人茫然低语 哼 能让黑虎拉车的人会在乎百岳门 百岳门门主也就是先天七重镜吧 后方队伍的气氛慢慢轻松起来 车厢中雨落身上鲜光缭绕 徐城手掌落在他的头顶 将无尽的青色仙灵之气灌注 一刻钟后 徐城方才助手 雨落双目睁开 目中有一道 要将面前虚空击碎的金光闪失 这就脱去凡尘身去了 雨落撇撇嘴 一声道 我还没玩够呢 徐城摇摇头道 我感觉这方世界中 仙灵之气浓郁到极致 根本不该是寻常该有 此方世界的位置 恐怕并不在虚空战场 或者是虚空中的任何一处 他的话 让雨落浑身一阵 不由将头扭过去 这里是云海吧 徐城轻声问道 云海 炼气室的大本营就在这里 雨落点点头 天师 你又是成为他们 还是想要离开这里啊 雨落看向徐城 滴滴出声 徐城抬手 掌心有鲜光涌动 他身上 若不是压抑住 力量怕是要直接将周围世界都排开 这是已经超越 凡尘世界力量的体现 仙道修行法 就是炼气室的法门 徐城双目眯起 我的来道 本就是炼气室们的算计 或许他们建立先庭 然后先庭坠落 让他们感觉自身力量 似乎难以融入虚空世界 才会招引我来 雨落点点头 然后又摇摇头道 徐城哥哥 你说的我也不知 我的神魂烙印在剑中 对世界变化掌控很淡薄 他没必要骗徐城 三年吧 三年时间 你也能修道成仙 逃脱凡尘了 徐城转头看向前方 前方山巒中 有一道道血色气息升起 那是凶兽的气息 强到极点的凶兽 才能有这等冲天的气血力量 凶兽之潮 青甲女见识面色巨变 看着雨落的车架 那拉车的黑虎也停下脚步 抬头看向前方 快逃 凶兽太多了 是兽潮 是兽潮 我们谁都逃不掉了 前方血缘中 一道道人影奔逃 全都亡命四散 不管是先天还是后天 不管是大宗门精英 还是小门派弟子 在兽潮面前 都雷若不堪一击 怎么会是兽潮 天朝建门之前 身穿青袍的剑客 眯起眼睛 面色凝重 难道 他们做了什么惹怒兽群之事 第七百三十集 血缘中的惠裂 其实对于凶兽来说 也是试炼 凶兽中的后辈 会在血缘上 猎杀人族年轻弟子 这样的相互试炼 对人族和兽族都有好处 以往两个族群之前 对于血缘惠裂 是默认的 中间有一两回 有些宗门想要凭自身实力 想在血缘惠裂搞事情 最终都是折戟沉杀 每一次引发的兽潮 也会波及四方 让血缘中的势力洗牌 不一定是他们引来 也可能是我们 说话之人 面色苍白 一道道 球员的讯号 射上天际 将天穹染成红色 雪山之外 张硕等人豁然起身 张前辈 这是怎么回事 一位身穿白袍的老者 看着雪山中传来的讯号 茫然开口 如此多的球员 只能是兽潮 张硕身形一动 冲天而起 你们速速召集 各宗门前来雪缘 我去救人 能救一个是一个 张硕说完 身形已经消失在天际 兽潮 下方那些各宗高手 都是面色一变 洛雪宗大长老 面上闪过复杂 难道这兽潮 会是我洛雪宗 引来的吗 不管雪缘之外 如何应对 那兽潮已经到来 清白队伍之后 无数散落的舞者 转头就跑 洛雪宗弟子 也是紧张万分 都将目光投向前方 所有人 都等着圣女下令 和那车架里 毫无反应 玉洛 玉洛 青甲女见识冲到车架前 伸手掀开窗帘 却是愣住 她看到玉洛 一身鲜光缭绕 身形悬浮在半尺之上 身下 有淡淡的云气拖着 这是凌空 先天之上 怎么可能啊 梁姐姐 你是想告诉我 受潮这是吗 羽洛身形一动 落在车厢坐席上 徐城哥哥会应对的 对吧 羽洛看向徐城 徐城点点头 站起身来 前方黑狐已经化为大汉 面色紧张 那个 是他们来了 无济妖园中的妖族 是不可能被奴役的 大汉转过头 脸上露出惨笑 我 我要死了 无济妖园 徐城没有看他 而是淡淡开口道 羽洛 记得 三年后 我来接你 车厢中 羽洛轻轻点头 他去哪儿 青甲女剑 是话没说完 只见徐城 已经飞身而起 然后身形化为一道 冲天的剑光 直接挥下 那剑光有百里长 直接狠狠披下 青色的仙灵之光 砸下 让整个天地 都轰然炸裂 前方山巒 被一剑斩平 青黑的土石 盈白的冰雪 漫天飞舞 当所有的雪雾泥土 都落下 前方已经 没有了雪山 一道百里长的裂缝 有着幽暗气息 在生腾 哈 它展开了 无济妖园的门庭 黑虎惊骇低语 面胜神色 从茫然化为惊喜 妖神 妖神要降临 此方世界了 妖神 要统治 这方世界了 黑虎咆哮 欣喜地高呼 太丑了 雨落的声音响起 黑虎整个身体 仿佛被重锤击中 浑身颤抖 然后一道道的裂痕 在身体外出现 下次 你就不用火了 雨落的声音 透出冰寒 她走出车架 看着前方的 幽黑深渊 走吧 这雪原凶兽 算是被平了 平了 一剑 直接平了 雪原中的 凶兽族群 雨落的声音不大 周围千丈内 却是听得 清清楚楚 刚才那人到底是谁 一剑 直接平了 雪原凶兽一族 那是先天之上吗 就在所有人 呆滞时候 天际 又有轰鸣声响起 然后一道身影飞落 满头白发的张朔 落在车队之前 看着前方的 幽黑深渊 面色凝重到极点 这妖元的封印之地 为何会打开 冰封雪域 难道要被 妖兽肆虐 他面上神色变幻 然后转过头 看向雨落 你们先走 让所有宗门援军 不要过来了 所有人 逃离冰封雪域吧 妖元封印打开 妖族大军冲击 没有人能挡住 他轻叹一声 往那深渊中走去 雨落一看前方 挥挥手 黑虎拉着车架 慢慢回转 雪原之外 无数人族强者 正全力赶来 想要老子救援可以 那落雪宗的人 老子要杀光 他们要是全死在雪原里 算他们运气 不然我风云寨 让他们生不如死 雪原之外 数万大军集结 一位身穿黑甲的大汉 仰头咆哮 高台上那些高手 相互看看 点点头 那黑甲大汉 转头看向高台下的 落雪宗大长老 一声高贺 去死 千天六重 风云寨大寨主 原封关 高台上 那些各宗门强者 面上神色平静 没有人准备出手 救援落雪宗大长老 区区落雪宗而已 不值得 看着灰宏力量 从天而降 撞向自己 落雪宗大长老 缓缓闭眼 太强了 先天六重之力 完全不是他能抵挡 那种山河轻浮的力量涌来 他连反抗的心思 都不再有 一声轰鸣 炸裂声响起 无尽的风雪弥漫 雾气升腾 让周围人都睁不开眼 等雾气散去时候 再看 所有人都愣住 落雪宗大长老深周 一道金色的光照 将他的身形笼罩其中 原封关那一击 被挡在光照之外 毫无伤损 一位先天六重强者的一击 头发无损 所有人呆愣 看着面前这一幕 只觉得无比茫然 原封关也是愣神一下 然后脸上露出张狂之色 你身上竟然还有如此质宝 我就听你们落雪宗 有一柄神剑 看来还不止一件宝物 既然如此 你们落雪宗灭定了 所有宝物 都是我风云寨的 原封关一声大鹤 身形冲天 撞向落雪宗大长老 原寨主 过了吧 等一下 此事还要斟酌 慢着 高台上 树道声音响起 之前不救落雪宗大长老 是感觉没有必要 为了一个落雪宗 得罪风云寨不值得 现在 那可是护身至宝 怎能白白送人 强 瞬间 树道身影冲向落雪宗大长老 此时大长老也慢慢反应过来 是圣女给我的符禄 他抬手 掌心是一叠花花绿绿的符禄 其上灵光闪动 其中一张 已经虚化 这宝物 连仙天六重都能挡住 看着手中数十张各色符禄 大长老面上露出惊喜 之前圣女给他这些东西的时候 也就说能用用 这叫能用用 他抬起头 看着冲向自己的那些身影 然后从手中一叠符禄中 抽出一张布满冰晶的 向前甩出 这张上面寒气很盛 应该有点用吧 符禄飞出 然后虚化 凝成一块丈高的冰山 这冰山才出现 周围空间仿佛被冻结 闪耀清光 冰山破碎 化身成为无数冰色锋刃 向这四周 悲旋切割 大长老瞪大眼睛 周围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风云寨大寨主原封官瞪大眼睛 看着一片片锋刃切过自己的身体 然后将自己切成碎片 不只是他 那些冲向大长老十丈内的身躯 全都被切成碎片 一击斩杀十位先天镜 其中最低的都是先天四重强者 大长老嘴角不禁哆嗦一下 握着俘虏的手往后缩 太吓人了 刚才自己干了什么 那些强者难道是自己杀的 整个高台周围 所有人都不敢出声 风云寨那些人也傻了 就在此时 血缘方向有队伍慢慢出来 快快去接人 有人低呼 所有人忙将注意力转移到血缘之中 一队清白骑士慢慢前行 到看见时候 所有人瞪大眼睛 那队伍最前面 竟是一头三丈黑虎拉着车架 凶兽拉车 是 是洛雪宗 有人低语出声 此时雨洛坐在车架前 面色清冷 他容颜美到极致 却无人敢直视 圣女 大长老连忙迎上去 躬身失礼 他能活 就是因为手上有雨洛送的俘虏 不然现在他已经死了 那俘虏不但能抵挡先天六重一击 还能直接斩杀数位先天四重以上强者 能随手将这等宝物赐予自己的圣女 大长老不敢想象 他和那位到底有多强 回落雪宗吧 雨洛点点头 淡淡开口 说完 他看一眼青甲女见识 然后身形一动 直接飞天而走 凌空 这是真正的凌空 所有人抬头看着身形如仙飘忽的雨洛 张大嘴巴 拉车的黑虎咆哮一声 身形冲上天际 然后背后有一双暗金色的雨翅出现 这位圣女是先天之上 所有人茫然地看着雨洛离开 雪原中不断有队伍出现 里面发生的事情也传了出来 第七百三十一集 一箭灭尽妖兽 一箭平了一座山脉 所有人都呆滞地听着这些传闻 谁敢想象真有人能一箭将一座山给平掉 那位现在在何处 这是所有人的想法 此时徐城已经踏足一片葱脆的山林 这山林宽广周围透着浓郁仙灵之气 一头头的妖兽在这山林中悠闲地行走 见到徐城来 所有的妖兽都是转过头看向他 这些妖兽身上 有着让人难以想象的蓬勃力量升起 人仙境 地仙境 天仙境 金仙之境 入眼所见皆是金仙大妖 被这些大妖身上的气血冲击 周围的天穷都开始震荡 然后更远处 有更多的妖族气息升起 徐城看向远处 面上露出笑意 天师 天师 一个黑塔大汉从远处奔来 黑脸上全是激动神色 双目闪烁泪花 天师 黑八想你啊 黑八爷 天师宫守门的黑熊 黑八爷 此时的黑八身上气息恐怖 仿佛要突破云层的压抑力量 不断流转 大罗金仙巅峰 只差一丝 就是混元金仙境界 混元金仙 那是准圣存在 是世间绝强 仅次于圣人境 黑八爷 当初只是个寻常的妖族 修为低下 现在竟然到准圣修为了 这等修为 便是在虚空战场也能横行 大家都好吗 徐城看着黑八 微笑开口 好 都好 黑八面上神色激动 高声道 当初天师 你将这洞天府邸 悄悄剥离 然后让其流浪 在无尽时光长河 我们都以为 再也见不到你了 说到这儿 他面上微微一红 低声道 大家都全力修行 将要打破时光长河 可惜做不到 我们所有人都拼命修行 将要提升修为 这一修 就是 就是 黑八爷掰开手掌 然后摸摸头道 乖乖 我们都已经修了八千万年了 八千万年 这片世界生存在 时光长河的夹缝之中 小人生存八千万年 远处 一道道强大气息涌来 拜见天师 三千身形各异 面容各异的身影 立在徐城身前 公身失礼 这些身形都是人形 但身上明显带着妖族气息 只是他们的气息 纯净到极致 都是神魔圣人之境了 徐城看着这些妖族 然后轻叹道 你们出去 每一位都是先天神魔 开示大圣的存在了 大圣 神魔 先天神魔 这是世间最强大的存在 万事起源时候 天地之间出现了第一批生灵 听到徐城的话 这些妖族面上露出激动神色 天师 你带我们出去吧 是啊 是你创造了我们 也该是我们报答你的时候了 天师 你要重演天地吗 我们的大导之力 全都借给你 所有的神魔妖族 都定定地看着徐城 徐城 徐城面上露出微笑 这 才是他最后的后手 在天师宫中 他潜心研究血脉之力 创造出无数的 纯血妖族 这些纯血妖族 都居住在他的 动天伏地中 当初在虚空战场时候 他全力出手 动天伏地化为虚无 其实是他借助系统力量 将动天伏地隐藏 之后在穿越时间长河时 他将动天伏地留在其中 只留下一道牵引的道标 也是这道道标 让他能在虚空世界流浪之后 落在了此方世界 这中间 由于时光长河的重叠 这些存活的动天伏地的 纯血妖族 全都生活了八千万年 这八千万年里 这些血脉纯化的妖兽 没有任何禁锢 只需要不断堆积力量 然后提升修为就好 八千万年 连黑巴也都混成了 混元金仙巅峰了 那些血脉等级 更高更纯的妖兽 早已化为先天神魔之体 成为无上存在 只是他们出身 就在这方动天世界 他们的生命 也是徐承创造出来的 徐承就是他们的牵引 没有徐承到来 他们哪儿也去不了 我要去云海看看 徐承看向这些神魔妖族 开口道 如果需要你们的时候 我会召唤你们的 看向远处 徐承双目之中 透出一丝精亮 我很好奇 云海练骑士 能不能挡住 三千先天神魔 说完他摆摆手 那三千神魔 全都散去 只有黑八爷 站在原地 痛着徐承黑笑 天使老爷 这回我可不走了 徐承看向他 点点头道 也好 我去云海 正需要一个护道者 说完他转过头 看向不远处的天际 那边 一位身穿白袍的老者 飞掠而至 张树 面色凝重的张朔飞落 目光落在徐承身上 然后警惕地 看着他身前的黑八爷 这里是妖园 你们不要在这儿逗留 他看向四周 身上先天刚气生腾 若是有强大妖兽来 你们都要遭殃 说完 他盯着徐承道 你是天狱哪一家的 听到他的话 菊承摇摇头道 我不是天狱中人 不过 我对天狱倒是有点兴趣 你可有去天狱的途径 不是天狱中人 菊承的话让张朔面生一席 哈哈 我就是此方世界的镇守 要去天狱 我可以领你去 张朔看向四周 面上闪过庆幸之色 这冰封雪狱出了不小纰漏 要是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天狱 我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我引你去我万道宗 徐承点点头 黑八抱着膀子站到徐承身后 掩人是护卫模样 张朔转身就走 徐承跟着他离开 到血缘中 张朔拿出一块暗金色的铁牌 他身上钢器灌注 铁牌升起金光 然后化为一道光门 穿过此门 就是天狱 张朔面上露出得意之色 世人都以为天狱在遥远地方 其实天狱就在所有地狱的头顶 只是天狱乃是力量更恢弘之地 没有通行令牌 无非到世界之力紊乱之处 否则根本去不了 伸手探入金色门亭 张朔笑着道 走 我带你去万道宗 他身上钢器正开一道金光 让光门对面的空间显露 金光缭绕 万丈流云 那就是云海世界 徐承点点头领着黑八 踏入光门 两人进入光门 光门轰然炸裂 然后化为一道金色流光 将他们裹住 飞顿而走 等金光消散时候 徐承已经立在一片 苍茫昏暗的空间 呵呵 没想到吧 看着面前空间 张朔低声道 这天狱 竟是这样子 我是没想到 徐承点点头 苍茫暴虐的气息四处侵袭 到处是崩碎的天地 大地碎裂 化为无数的碎片 四处是岩浆流淌 这就是天狱 张朔目中透出深邃 无数强者争夺的天狱 转过头看向徐承 张朔淡淡道 王后 你就在我万道宗中出力 我们夺来的资源 会保证你修行 说完 他伸手指向前方 不远处的连绵建筑 与那边报道吧 会有人安排你的职务 要是不想做杂役 就将本师展露出来 说到这儿 他看向徐承轻轻一笑 当然 你要是不想留在我万道宗也行 只要你有信心 在这天狱世界中活下来 到了天狱之中 张朔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他也不怕徐承离开 这世界没有一处地方是安宁的 没有势力保护 活不下去 就算是先天之上又怎么样 天狱之中 先天之上也只是开始罢了 听到张朔的话 徐承点头笑着道 那好 我是准备去看看 他的话让张朔面身一冷 你可想好了 没有我万道宗的弟子身份 你怕是活不过一天 张朔伸手指向远方道 此去十万里外 才是另外一家宗门 你走不到那儿的 他以为徐承看不上万道宗 要去别的宗门 徐承摇摇头看向四周 我只是好奇 传闻中 世间炼奇是聚集的福地 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 云海不是先灵之地吗 听到云海二字 张朔勃然变色 你是云海余孽 张朔抬手 一道金光射向天际 哈哈 云海炼奇式的余孽 拿下你 功绩可让我三千年修行无忧 随着张朔高呼 远处有一道道血色灵光升起 这些灵光 风向立在原处的徐承 很强 每一道灵光之上 透出的力量 都远超先天之境 找死 黑八面上一冷 一步踏出 不用出手 只是眼睛瞪一下 所有冲向徐承的灵光 都炸成碎片 前方万丈 直接化为虚无 第七百三十二集 什么人敢载我万道宗撒野 远处一道道冲天的灵光化为光柱 向着这边飞顿而来 张朔已经完全呆愣住了 这是什么样的实力 一眼击碎万丈 连宗门长老都惊动了 自己到底引来了什么样的强者 好在有宗门长老出手 这两个家伙自然是必死无疑 虽然这一次宗门中损伤不少 可逮到了大鱼赏赐更多呀 张朔面上闪过一丝笑意 转头看着徐承和黑八 黑八冲他咧嘴一笑 然后看向徐承低声道 天使老爷 这家伙好像有点不乖啊 不乖 徐承摆摆手 黑八上前一步 对面八道身影落在半空之中 静静悬浮 原来是妖族 杀我万道宗弟子 那就留在我万道宗中 做个看门的镇守兽吧 一位身穿金色长袍 头戴金光的白须老者口中低贺 伸出手 掌心金光化为牢笼 往徐承和黑八头顶压去 立在离他们两人不远的张朔神情一变 刚准备呼救 身形一阵 然后直接崩碎 一位不过先天静的弟子而已 死就死了 那牢笼丝毫不停 向着徐承和黑八头顶压下 他奶奶的 这世上有资格让我做宠兽的 只有天师功 黑八长鹤一声 抬手一拳击出 那肥大的拳头裁出 整个天地似乎都被压制 半空中 八位万道宗强者神情巨变 面上露出京剧的神色 是 是仙人 这是仙道之力 是云海炼七世一脉 云海余孽 还是仙道强者 那八道身影惊呼 转身就要逃命 只是那巨大的拳头砸下 将它们全都砸在地上 方圆百丈空间崩碎 拳头之下化为虚无 这也太不禁打了 我都没用力 黑八遗憾的低声开口 拳头扭两下 徐承摇摇头 这就是神魔的力量 黑八的实力 若是全力 这天狱都能打穿 走吧 我们去看看 这云海之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徐承看向远处 一步踏出 身上青色的星光闪耀 然后已经消失 黑八忙大步奔行跟了上去 过了大约一刻钟 几道暗淡的身影出现在刚才徐承和黑八立身之处 他们之中有人抬手 一道暗金色的灵光升起化为光幕 光幕之中 黑八出手 一击将百丈空间震碎 哼 小小的妖族也敢这么嚣张 一位满身气血凝成金光的大汉 脸上露出怒涩 低声喝道 这骑马 也是妖仙级别的妖兽 是从何处来的 另一位大汉 面上露出疑惑 低声开口 听到他的话 其他几人将目光投在光幕上 想要仔细寻到黑八的出身 那光幕上 黑八出手的画面再次重现 这一次 画面运转速度慢了许多 黑八身上的仙光升起时候 所有人都看清楚 仙灵之气 是云海炼气士余孽 几人都是惊呼出声 不对 这里不止那妖仙一人 有人高鹤 抬手金光撞向光幕 似乎是想将光幕上的画面撞开 只是他们面前 出手砸向前方的黑八忽然抬头 面上露出笑意 他的拳头也抬了起来 他不是妖仙 起码 起码是地仙大能 快逃 黑粗的熊掌撞出光幕 在几人头顶压下 将他们全部拍碎 然后这方圆千丈空间 所有的气血力量和仙灵之气 都慢慢沉寂 化为虚无 等半日之后再有人来 这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那几位身形高壮 气息凝重到极致的强者 在这里探查许久 什么都没有感知到 此时 局成已经与黑八 出现在一处山巒深处 这里 我能感觉到一丝熟悉的力量 看着山巒起伏深处的连绵宫殿 徐承低声开口 黑八咧嘴道 天使老爷 要我出手吗 徐承摇摇头 静止往前走去 前方山门处 一对对身穿金甲的强健武者 立在那 什么人 来我无望天宗 有何事情 一位身穿月白道袍的中年 看向徐承 淡淡开口 徐承轻笑一声 轻声道 我有一位故人在此 我来拜访 说着 他抬手 掌心一个小小的木棍出现 看到这木棍 那白袍道人眉头一皱 然后道 我去禀报 师叔祖老人家 不一定见你 说完他转身就走 师叔祖 徐承轻笑 等过片刻 那道人回转 降着徐承拱拱手道 师叔祖说了 他不认识什么故人 你们走吧 我无望天宗 不接待外客 道人说完 一甩衣袖 那一对对的金甲武者 手持刀剑往前挤过来 黑八眼睛一瞪 一步上前 徐承摆摆手 然后笑着 盼向被金甲武者 挡在后面的那白袍道人 算了 既然老朋友来都不愿意见 那活该跟着云海一起陨落 说完他转身就走 白袍道人面上神色变换 终究化为一声长叹 罢了罢了 有些事情还是躲不过去 他话说完 身前的金甲武者 全部身形顿柱 然后化为一株株 青色的树木 不只是这些金甲武者 后方满山的建筑 都化为虚无 无数的清脆树木出现 天师就还是来了 身穿白袍的道人身形漫漫虚化 最终化为一位身穿黑袍 面容干瘦如同猿猴的青年 徐承转过头 看他样子微微笑道 原来是你 激发了所有的六尔弥猴血脉 怪不得你的幻化手段 能骗过所有人 六尔弥猴 当初在木须园下 镇压的木霄 徐承转断巨芒虚影 最终这头木霄 离开木须园 只是没想到 能在这方世界遇到他 徐承打量一下 一步就是混元了 听到他的话 青年摇摇头 双目中闪过一丝遗憾 别说什么只差一步 这一步挡住我无数年 今生恐怕都没有机会 踏入混元金仙之境了 一旁的黑疤咧开嘴 没有说话 混元金仙而已 又不难 木霄抬手一挥 身后清脆山林中 露出一个小小的云台洞穴 一道瀑布从山上落下 挡在洞穴之前 走吧 现在的云海 能躲清静的地方可不多 说完 他身形一动 已经钻进洞穴 徐城和黑疤跟在他身后 进山洞之后 可见周围灵光闪动 掀起缭绕 怎么样 我这洞府还不错吧 木霄得意地往四周直直 然后坐到一个石头椅子上 叫起腿来 我这洞府 有道灵犬挡在门庭 不到金仙 都探查不到所在 我给洞府起了个名字 叫水帘洞 听到名字 徐城微微愣了愣神 这个名字 好敷衍 说说吧 云海为何会沦为如今样子 徐城看向木霄 开口问道 木霄挠挠头 面上闪过复杂之色 怎么说呢 可其中 或许有哪里出错了 他看向洞府外水帘 然后压低声音 云海练骑士算计一切 最后 却把自己算计断了传承 木霄来到此方世界是个意外 也是他血脉力量的激发 他乃是六尔弥猴血脉 是世间神魔中 最避祸屈服的灵种 在虚空世界时候 他就察觉天道有变 寻了一处神秘地方藏身 后来虚空战场大战起 徐城他们一战将世界崩碎 引动天河倒卷 整个世界崩塌 六尔弥猴所藏身的地方 在石尖长河中翻滚 然后就落在了这方世界 不过他刚到来的时候 这里确实还是炼气室的世界 那时候 此界无尽弦灵之气 只要呼吸就能修行 随处可见的炼气室 浮气吞露 修行精深 木霄双目中透出一丝回忆 神色也有些惋惜 按照他所说 炼气室本来就是淡薄的 对修行之外都不怎么在乎 他来到此方世界 也全力修行 将修为提升到金仙之境 可是就在这时候 炼气室中出现了 关于修行的分歧 当初他们 摒弃的血脉修行法被提起 然后与之前仙道修行法争锋 木霄摊开手摇摇头道 这世界就是个轮回 最终引发炼气室中乱战的 是以熬炼气血力量繁足 最终化为神魔的一位 圣者大能出手 他要重演天地 按照他所说 他要以自身力量为基 世间所有炼气室的力量为源 最终同见新的世界 这世界没有天道 只有他们自己掌控 这样一来 他们就永生永世 都不会有天地劫难的困扰 没有天道 不修大道 何来劫难 这个疯狂的计划 遭到绝大多数炼气室反对 但其中还有一部分 狂热炼气室开始追随 准备蔑视 第七百三十三集 那位大能 号称无天道祖 木霄木中透过一丝巨色 然后低声道 他炼化了密室黑莲 黑莲 这天地至宝 当初徐城手上也有 但这件宝物的主人 居住在深渊 与徐城曾隔空交手 那位就是无天道祖 徐城心中一动 当初那位 是不是本身 就是炼气室一脉 无天道祖带着手下 疯狂地毁灭世界 变化炼气室的传承 他还引来不知 何处世界的神魔力量 彻底改变云海中的 力量构造 不过三千万年 云海就被毁去大半 后来云海中几位圣者 与无天道祖一战 被他用黑莲镇压 云海就变成这样了 要不是还有一位 妖祖没有被镇压 此方世界恐怕已经重演 说到这儿 木霄浑身打了个寒颤 然后看向四周 这一次 我的感觉很不好 我竟然寻不到 能让我一线生机的地方 上一次木霄能寻到云海 存活三千万年 可这一次 完全没有能让他存活的机会 死局 不会吧 这无天道祖 连圣人都能镇压 一旁的黑巴忍不住出声 圣人已经是与天地同寿 不死不命的存在 就算有轮回劫难 也都是稳稳当当度过 世间不应该有能镇压 他们的力量才是 木霄摇摇头低声道 我不知道 我连探查都不敢 我这金仙 在那等力量面前动了心思 都会被察觉 看他表情 黑巴脸上露出不屑 刚准备开口 忽然面色一变 天使老爷 有人来了 木霄也是面色大变 身形一动 落在背后山石上 化为一只石猴 天际一道轰鸣升起 一道金色雷光扎下 雷光将四周山栏炸碎 只留下孤零零的一座山头 其上有泉水流淌 天骑士愚孽 不来受死 一声爆喝 一道冲天气血 从天际下压 那是金仙之力 其气血浑厚 让闪洞中 所有的山石 都化为粉末 木霄所化的时候 滚落在地 献出言行 看奶奶的 无处躲了道 徐城摇摇头 飞身而出 黑巴和木霄 跟着走出 天际 一队队金甲战将 还有一位 穿着红色战衣 手持火尖枪的少年 那少年看到 徐城和木霄他们 面上露出喜色 果然是炼气士一脉 杀了 换功勋 话音落下 他手中长枪 已经向着徐城点出 徐城抬手 一道青色光蕴弹出 落 火尖枪一阵 化为一块块 颜色各异的灵财 少年手中失去火尖枪 面色大变 抬手一道火龙冲向徐城 黑巴哈哈一笑 一拳击出 火龙被击碎 四三裂开 金仙之力 电气士一脉 还有这样的强者漏网 青年咬着牙 然后抬手 身上金光缠绕 请盗祖赐予神力 少年高鹤 神舟一道道金色的莲花花瓣浮现 那些黑色的莲花花瓣上透出金光 还一出现 那少年身上气息又凝重到极点 余孽 去死吧 少年口中发出苍老的声音 一掌向着黑巴头顶拍下 大道之力 半胜之威 黑巴双目眯起 身形直接化为百丈 然后巨大拳头一拳砸下 那手持火尖枪的青年 还有那些金甲军将都被一拳砸落 吐血飞逃 这一击原本已经是到混元之境了 哎 可惜了 让他们逃了 木霄看着逃顿的那些金甲军将 面上露出遗憾之色来 哎 可怜我这洞府 留不住了 捉完他伸手一抓 背后山石飞铺都化为虚无 曾为一颗小石子落在掌心 哥 天师 你去哪儿 我陪你吧 木霄看向徐城 轻声嘀咕道 多少 我还是有些能探查天地变化的手段 徐城笑着点头道 行 我们这就一路西行 去见吴天道祖 寻吴天道祖 木霄嘴角抽动 呲牙道 我就知道 你会这么做 黑巴在他身后哈哈大笑起来 徐城身上 一股淡淡的仙灵之气升起 前方又有无数气息冲天的强者 黄奔而来 此方世界中 强者不少 但能挡住黑巴一拳的不多 一拳扛住了 那就再来一拳 徐城和木霄跟在黑巴身后 一路横行 当年在天师宫时候吧 人家敬我黑巴也 那是敬天师宫 当年我要是有这力量 人家就是真敬我了 看着面前被自己一拳击碎的巨山 黑巴轻探开口 要是给你回天师宫的机会 你去吗 背后的徐城忽然开口 回天师宫的机会 黑巴一愣 然后下意识地点点头 天师 真的 现在我时常想起 当初在天师宫晃悠的日子 真自在啊 自在 徐城点点头 他也觉得 修为越高 人生越没有了自在 那他什么时候最自在呢 各种思绪涌上心头 前方 无尽的流光冲来 黑巴面色一变 上前一步 一拳砸下 那些流光化为锁链 将黑巴缠住 任黑巴如何挣脱 却怎么也挣脱不了 金仙也能拿 木霄面色一沉 将头缩回 低声道 天师 大不过呀 打不过 徐城点点头 他打不过 嘿嘿 束手就擒吧 前方 一道道满身魔气的黑影冲过来 那滔天的力量 要让山河天地破碎 束手就擒吗 徐城倾笑抬手 一道裂缝出现在他身前 一方天地 轰然出现 那天地之中 有一个巨掌从中拍下 巨掌压下 天地清明 大 大圣 这是圣者的力量 木霄转头看着徐城 你 你早说你背后有圣者撑腰 我还怕什么 他一边说着 一边伸头往前看 这是哪位大圣 这气息 好纯粹啊 他的话没说完 那巨掌收回 虚空世界消失 黑八 深周的锁链也崩碎 一路前行 遇到的强者越来越多 黑八这等半生都吃力了 好在此时 他们已经立在一座灰红的山崖之前 那山崖幽黑 其上有一朵黑色的金莲 闪耀金光 这就是灭世金莲嘛 黑八低语 怎么可能 木霄摇摇头低声道 这等神物 你看到的都是表象 世间神物 哪有真正的本体啊 他话才说完 前方的金莲缓缓绽放 金莲上 一道身影立在那儿 你终于来了 那身影出生看着徐承 跟在徐承身后的木霄瞪大眼睛 这 这 你 你们到底谁才是天师 那金莲上锁立之人 竟是与徐承一般无二 徐承看着面前之人 双目之中 有灰黑的阴阳鱼转动 对面人 身上有仙灵之气涌起 当初 我们本可以一统虚空 然后永世不灭 你为何要斩我 黑帘上的徐承咬着牙 低声嘶吼 没有了本体的支撑 我就算再怎么修行 也终究踏不出那一步 都是你 黑帘炸裂将周围天地包裹住 我要练了你 从此 我才是本体 黑帘上的身影咆哮狂吼 好啊 徐承淡淡说了一声 然后身形开始虚化 你 你真的要被我炼化 黑帘上身影一愣 是啊 徐承轻笑 身形最终淡去 然后一片世界出现在黑帘之中 一道道神魔从这世界中走出 三千神魔蔑视重演 原来如此啊 黑帘上身影看着这些神魔 缓缓开口 黑帘炸开 整个世界化为虚无 然后重新汇聚 时间长河出现 其中一道道虚影走出 天旋世界 刘云草炉之前 身穿白袍的徐承站在那 原来 这才是我心中最悠闲的时光啊 走出草炉 他伸手撒下几个丹药投入渔池 那些锦里 争着去抢丹药 水花四溅 坐在渔池边 徐承身上星光缭绕 仿佛横骨不变 虚空世界深处 身穿轻袍的徐承一步踏出 冰封 我接你回家 武道世界 徐承身形落在明珠武道馆门前 传言片刻 叫着推开门 我回来了 冰封雪域 落雪踪 画帆居 徐承飞身落在雨落的床榻边 徐承哥哥 雨落睁开眼 抬头看他 雨落 愿意跟我走 做个凡人吗 雨落伸手挽住他的脖颈 然后轻声道 去哪儿 地球 徐承搂着雨落 身形移动 消散在原处 恭喜宿主 迁到华夏罗园市 奖励豪债一座 存款三千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